作詞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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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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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成입니다. 各位媒介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民建聯是歡迎高等法院 今日就著梁仲恒和尤惠貞的司法覆核 所作出的裁決 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被輸處 儘快執行裁決的一切決定 我們認為裁決體現了基本法第104條 宣誓及聲明條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解釋的要求 即是所有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 必須真誠、莊重、準確和完整地宣讀 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誓言 梁柔兩人在就職宣誓的莊嚴場合上 完全違反依法宣誓所有的規定 亦都激起了香港人強烈的憤慨 高院的裁決彰顯了公正和公義 我們期望法庭的裁決能夠平息近日 有關宣誓風波所引起的爭議 讓到議會和社會可以重回正軌 另外根據裁決 梁柔兩人的立法會議員資格 已經在10月12日被取消 他們已經無權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行事 不能享受相應的待遇 因此我們要求立法會秘書處 盡快處理梁柔二人 因為議員身份而享有的待遇及權利 包括追犯他們不應該得到的薪酬 以及各種津貼的開支 以上就是我們民建聯 就著剛剛裁決的一個回應 我現在想請我們其他的成員都回應一下裁決的內容 我講兩句 今天法院的裁決我們是表示歡迎 也都是很清晰地將關於宣誓及聲明條例 基本法104條和全國人大常委的釋法的要求 都再三在今次的判決裡面是講得非常清楚 對於宣誓的要求大家是不需要有再多的爭議 因為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個決定 即今日這個裁決我們是歡迎的 亦都希望政府和立法會秘書處 對於執行相關的決定能夠盡快地處理 其實今次的判詞大家看到其實有50多頁的判決書 剛才雖然我們沒有非常長的時間去看 但剛才我們在初步看的判決書 其實我們見到法官其實在作出這個判決的時候 亦都講出就算是沒有這次人大常委的釋法 他若果是以這個普通法 和我們香港相關人大條文去作出判決的話 其實他亦都會在這宗案件裡面判決 即是會判決是梁柔兩個人的資格 是應該是被使用的 而且在判決書裡面其實今次你會見到 就算梁柔兩位的法律代表 在這宗案件裡面 他們對自己的當事人 即是梁柔兩位他們的言行舉止 是不符合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 這一點其實他們在法庭裡面 自己亦都是沒有爭議 所以你見到法官清楚講出 在這次判決裡面 其實與眾方是並不需要爭議 法庭亦都無需要排定 究竟梁柔兩位的行為舉止 是否是成為這個不符合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 因為就算他兩位自己的法律代表 在法庭裡面也都是不爭議這一點 所以我很相信 今次其實不論在法庭裡面 其實也都跟我們過去這個月裡面 在社會大眾裡面 大家的結論一樣 就是根本上他們兩位的言行舉止 其實已經是不能構成一個有效的宣誓 我會用大快人心 來形容今次法庭的裁決 因為我即時已經收到很多市民的回想 對於今次法庭的裁決 是感到非常之安慰 因為今次法庭的裁決 很正式亦都是很清晰地顯示到 在立法會的議員的宣誓 是必須要是真誠、莊盡、準確和完整的 這個判決也都解決了很多立法會現在的問題 有很多市民跟我說 希望今次法庭的裁決 是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案例 令到接下來的一些負爭議的議員的宣誓 也都可以得到公正的裁決 令到立法會可以重回正軌 也都希望立法會可以繼續正常地去運作 集中民生和經濟的議題 也都希望從此以後 一些會辱華和尊養港獨的人士 不要再打算進入立法會 好 看看其他成員有沒有補充 好 蔣麗雲議員 我個人非常之歡迎今次法庭的裁決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今次的裁決 就不只是對於今屆的議員 有一個清楚他的宣誓是否合格 最重要也都為了未來 不管任何一個議員他的理念如何 但是在宣誓那一刻你必須要尊重 必須要珍誠 亦都對於所有要宣誓的公職人員 都應該就是大家知道 我們宣誓那時一定要非常之尊重和珍誠 好 我看一下 Stanley 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因為還有幾宗私立法案 派人在這裏 你覺得今次這個判決 其實會不會都可能影響到 往後的私立法案 另一個就是因為現在都明明有兩個 選區又會出血的 民建議會不會派人去參選 我相信司法覆核已經是入了法院 法官和司法體系會按照一而既往的程序去處理 我理解就是已經判了出來的判詞 亦都會獲得考慮的 若然是其他司法覆核是受理 或者是法官去做判案的時候 這些都是一貫司法程序審案的一個做事方式 至於補選的安排由於今日的判詞才出 我們亦都未仔細去討論這件事的 當然作為民意員 我們從來都是 都會一直都是參與不同的直選的 我們當然是期望是 會和其他的建制派朋友 去合適的時候 商討怎樣去處理這個補選安排 但是補選可能現在都是時間都未確定 內容至到是 主要是時間都未確定 我們今天知道判詞之後 之後會再作出相應的考慮和商談 請問初步會不會考慮 貨比工聯會 網國卿 何謂 何謂 我想現在真的太早去討論這件事了 作為民建聯 我們當然希望 民建聯以至建制派 我們能夠找到最合適的人去參選 但現在這一刻你問我 我們會積極去作討論 和會跟其他的黨派商量 有些推特主要行動 在議員議員 您要說到 會有任何計較為判決 在市民的行動 會如何影響未來的 法律法 或會有任何法律法 則會影響一些法律法 我們今天來自主要 我們希望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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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作出一個姓氏 有誰 你剛才說過 可能議員都沒有受過幫助 有些議員都會因為這次判決之後 再一個案例 可能會控制出會議選舉 另外就是國務法官有說過 人大不接派的 在國務法案件 他沒有看過 人大不接派出 變成人大不接派出 人大不接派出 張哥是否講一句 我再講幾句 可能不接派出 是否張哥你想講 Sorry 讓張哥先回應 好嗎 接下來可能還有幾宗司法覆行 其中有一宗就是涉合到我本人 首先宣誓方面 正如李慧琦主席所講 是真誠莊重 我想全港市民都看到實際情況 我宣誓的時候 是以真誠和莊重去宣誓的 當然漏了香港兩個字 這個是無心之心 在這裏呢 我是服從法庭的將來的裁決 和人大常委會的釋法 在這裏呢 我是以平常心去對待這件事 我只是回應剛剛那個人大釋法的問題 第一點我想大家注意 就是在這個判詞裏面 其實法官也都將人大釋法的全部內容 也都是很清楚地列在判詞裏面的 這樣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人大的釋法呢 其實它做這個動作的考慮 就不一定說只要看一個兩個案件 去考慮它做這個釋法 人大釋法呢 我相信中央看的層面呢 就是國家領土完整 和要維持一個健康的一國兩制 就是起碼這個一國的元素 不能夠被人家強硬去搞港獨去抹走它 那我想呢 這個是中央呢 是處理這個人大釋法的決定的時候的考慮 就不是單單就說 為了今天糧油的一件事去處理的 那這個要回應回 謝謝 好 走好 還有沒有其他 綜合來講 你覺得呢 某程度上取消了一個民選議員的資格 這個做法本身 就是剛才由他提醒自己的普通 你覺得怎樣是原理上的 因為他始終有民意授權 你覺得這樣反應是怎樣的 我相信有民意授權的議員 同樣要遵守香港法例和基本法 現在關鍵他們是沒有按基本法 和是沒有遵守宣誓及聲明條例 當中的要求去完成作為 立法會議員的一個基本宣誓的莊嚴要求 我想這個很清晰的 立法會議員就算你有民意授權 也都必須要依法辦事 好 請一位外國傳媒 請問一下 是因為他們說的 或是他們相信 然後是因為 是Legico 不歡迎不同的觀念 我認為它是不論不同的規定 如果你想成為公司的公司 就有很明顯的規定 對於基本法 和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在最終是有公司的公司 即使是公司的公司 因為這是不邏輯的 我想問據團體議員的宣誓 你們之前有說過去蓄醒再審視 今次之後會不會再蓄醒主席去做一些行動 或者是等法律所做的 我理解現在已經有市民透過司法覆蓋入品 我亦都請司法機關 按著應有的程序去公平公正 按著《基本法》香港法令去處理 作為行政機關和立法會 他亦都應該按著有新的判詞內容 去審視他們有沒有一個角色要依法去執法 這個我認為他都應該要去看他們是否應該去做 你覺得主席需要有些甚麼 如果他們看過《香港法例》 看過《基本法》有律師意見 認為立法會主席應該都有一些行動 我認為作為主席也都應該認真去考慮 因為關鍵就是依法辦事 他會稍後出來的了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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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结婚 Roger,我派新闻